11月14号晚上6点左右,朱永高速朱继段发生四车连环追尾事故,还好车上人员都系了安全带,没有大碍,只是擦破了皮,受了惊吓,第二辆车的驾驶员陈师傅提供了行车记录仪视频,还原了事发经过。 当时陈师傅的车开在超车道上,前面一辆轿车突然停在了车道上,陈师傅采取了紧急刹车,没有撞上去,但是后方一辆保时捷被紧跟的货车给撞了,接着保时捷又撞上了陈师傅的车。 陈师傅的车再把停着的轿车撞了,就这样造成了四车连环相撞的事故,事故中第三辆车保时捷损失最为严重,这还是一辆刚提的新车,车价147万,可把车主心疼坏了。